这是一个14年的宝马5系钥匙全丢 我们将CAS电脑和发动机电脑拆取下来 我们第一步我们读取CAS电脑里面的数据 我们将CAS电脑板抽出 我们按照超级编程器上面的接线方式 我们先去掉器件 开始去掉器件 然后我们开始接线 我们将CAS上面的四个器件按照接线图 把它移除掉 把它移除 移除以后我们开始进行接线 我们将CAS线接好以后 然后开始进行读写操作 我们选择宝马的CAS45 M48H然后兴建 然后点击读取 现在开始初次化设备 然后检查芯片类型 它提示需要破解 我们点试开始破解 然后它开始进行破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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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获解完成 现在开始读取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好 数据读取完成 我们点击保存 好 起一个文件名 好 点击保存 开始分解 就发动机电脑板 好 往上带去 好 我们将这个地方打出一个孔 我们就要在这里面进行接线 我们将发动机电脑打开一个缺口以后 开始按照微微电超级编程器上面的提示 开始进行接线 好 按照上面的提示开始接线 好 现在线 那个线数已经插到位 我们现在开始点它的暴头角 点住 好 把它按住 我们开始选择清键 然后点击清键 然后点击读取 好 开始验证设备 好 检查芯片 提示 需要破解芯片 点击试 开始继续 好 数据读取完成 好 IS码也显现出来 我们开始保存数据 点击保存 新建任意的文件名 好 点击保存 好了 我们前期读取数据的工作 已经操作完成 我们开始写钥匙 我们现在数据已经全部都读出 读出以后 我们开始进行写钥匙 打开VVDIR 好 进入宝马 好 点击文件生成钥匙 点击最下面的5M48H 好 加载数据 000 好 先加载 加载下面的宝马卡4 打开 好 点击第三号钥匙位 好 点击生成精销商钥匙 点击有发动机电脑数据 点击下一步 好 加载发动机电脑数据 点击打开 好 提示需要30秒 点击确定 这里是显示正在生成钥匙 请稍等 好 写钥匙成功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钥匙 验证一下这钥匙是否能正常工作 好 将钥匙取下来 放到测试平台上 注意观察这个绿灯 看 绿灯亮起 就证明是钥匙是正常 取掉钥匙 大家看 一会儿它绿灯就会消失 好 再把钥匙放上 好 证明钥匙已经匹配出 好 再把钥匙放上